晚上新门商圈街头艺人 卖力演唱 一名白衣男子坐在阶梯上 跟大家一起看表演 但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19号从基隆医院 脱逃的简性通气犯 简性男子在欣赏完 街头艺人的演出后 在新门町商圈附近不断徘徊 最后是在凌晨10分 去往蒙甲龙山寺 原来简性男子19号下午 搭客运到台北市南京三明后 一路徒步走到台北车站 再往西门町万华一带走 跟着游客看完表演后 晚上11点多还行经成都录KTV 20号早上简性男子 再度前往西门町 接着于10点重返龙山寺 最后在中午11点搭捷运 逃往新北新浦 20号晚上7点半左右 在新北市新庄双凤路落网 来新门町来这边看表演 下水就比我们那么近 让他来新门町 我是不是想拐一紧 39岁的他因为杀人未遂 被判刑三年 情绪不稳具危险性 由于简性男子母亲 就住在新北市领口区 警方也不排除 他可能会回家 逃犯线中双北市区 校园也一度暂停开放 但简性男子脱逃整整四天 足迹遍布基隆到双北闹区 甚至还敢经过派出锁门口 穿着斯文的他还戴着眼镜 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不同 也引发市民恐慌 好在经过多日追捕 终于落网 也让双北居民 不用再 先走走 华视新闻张世伟孙一丽 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